牡丹香林梅及勇士用足语警告天地 祈求牡丹香狼交故事走毒场域整备工程能够顺利圆满 屏东县政府盘点牡丹香空间及资源 选择在牡丹社纪念公园旁建构狼交故事走毒场域 除了深具历史意义外 也期盼走毒场域能成为屏东兼具文化与观光的新据点 第一个它是落在我们成立的屏东县立洛杉丰风景特定区 另外就是说明年就是牡丹社事件150周年 我们经过这几年来的努力就一个牡丹社事件 怎么样跟地方大家透过相关的场域 透过相关的研读 让大家更深刻的知道说这个事件在台湾 在我们原乡的一个利益 那也希望透过相关的一些基本的公共建设的一个建制 让大家可以更亲近更友善 来到这个山川俊友充满着故事的一个牡丹 狼交故事走毒场域整备计划工程 是认识牡丹社事件的重要导览起点 也是游客畅游洛杉丰风景特定区重要的入口 贫通县政府或交通部观光局补助经费近9500万元 新建主体为地上三层建筑物故事馆 打造一处间距游客服务中心 户外展演多功能空间 以及具有原乡特色的牡丹社事件故事馆 我们的原乡文化可以在这边做一个非常有利的展现 并且结合我们的在地观光 我们分配的包含我们的户外 以及我们的相关的一个露天舞台 以及我们的沉淀区展区这个部分 整个一个基地不论是从路口处或者是广场处 以及我们的室内另外一室外户外一角 这整个一个节点 我们都去尽量采用低密度一个设计 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关的一个附属设施 都有一个完备的一个规划 平县府表示洛杉丰风风景特定区 是全国第一个县级划定的风景区 涵盖车城牡丹及满洲三个乡镇 牡丹乡是台湾最南端的山地原住民乡 有横称半岛后花园的美称 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重要历史的发生地 期盼既有打造廊交故事走读场域 结合生态环境 圆明文化 规划具特色的地方创生观光旅游的风潮 邀民众来屏东尝试旅游新玩法 记者诗心体验正义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